这个妖艳的女人叫洪秀钊 听名字你就知道她不简单 比起同行 她不算最漂亮 但业务水平却最顶尖 多年来 凭借积累的客户资源 丰富的工作经验 让洪秀钊人到中年 也没有失业风险 而更厉害的是 除了做好本职工作 她还把其他技能拉满 就比如眼前这个人 八野府的胡管家 洪秀钊不仅给老胡提供增值服务 而且还懂得在最合适的时机要价 福爷 许我的东西可不许赖账 什么话 堂堂的八野府 还能赖你一个婊子的账 本以为洪秀钊今晚要赔的是胡管家 可谁料他接下来的话 差点让人惊掉下巴 爷 还不走啊 是不是像咱仨睡在一起啊 小豆腐 今儿个晚上好好伺候这种了 胡管家说的这种啊 可不是一般人 他叫高福 原本是四爷江南筹款时 跟李渭小刺一起带回王府的乞丐 后来成了雍王府的管事 知道四爷颇多机密 因为从小一起长大的李渭和翠儿成了一对 失恋了他 独自跑到酒楼买醉 不巧又被奉了老八密令 正在调查万勇当铺当假当的胡管家盯上了 为了从高福口中得知四爷的秘密 胡管家请了业内专家进行公关 这拿钱办事的红袖招啊 还真有招 趁着高福迷糊就玩起了cosplay 一夜过后 高福不仅无意中说出了李渭荡假荡 十三爷假借搜丧 趁机弄走百官行术的真相 更是致命地说出了太子给人不安 写过一封密信 白送一套四合院和一个几十手的老新娘 老八的大手笔足以证明 太子给人不安的这封信到底有多大的威力 以至于高福在面对着突然降临的富贵 都感到一脸懵逼 胡管家掌握了主动 便直奔主题 说你高兄弟不小心酒后泄密 出卖了四爷 已经陷入死地 如今只有跟着八爷混 或许你才能有一线生机 不过呀 请你放心 八爷十分仁义 送你宅子 送你娇妻 为的就是感谢你 而且这事只有你们两口子 八爷和我知道 只要你们不说去 我们绝不会说出这个秘密 如有违背 天打为批 这胡管家说吧呀 就给红袖招使了个眼色 红袖招会议 一边摸着高福的脸 一边娇声娇气 放着这么好的小日子不过 干嘛要自己说出去 胡爷 您说话可得算数啊 白送上门的娇妻 才认识两天 就把命运跟自己捆绑在了一起 高福惊恐不安 一脸怀疑 你们要是再不相信 我愿和高兄弟 一块喝血酒 在胡管家和红袖招的 轮番轰炸下 年轻的高福 终于走上了一条绝路 是